Lin Alon 醫生 你好 我們上一次說到 原來我們中了風 腦內有些神經細胞死了 旁邊的可以幫忙恢復功能 恢復有多少 是否可以一模一樣 而腦可以這麼彈性 我也是比較驚喜 其實這些真是因人而異 而且看中風範圍有多大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看中風範圍有多不多 如果中風範圍大 當然康復100%的機會就會小些 如果中風範圍小 旁邊所謂的reserve 那個backup會多些 就會好些 其實所謂的恢復 是否每一個區域 如果我手不動 腳不動 或者語言出了障礙 其實周邊的細胞 全部都可以幫到手去回復一些 因為他在受損的細胞附近 即使他不是做同樣的事 都是一些比較接近的事 很多時候如果他受損 希望透過一些訓練 從而讓腦腦慢慢適應 本來不是做一模一樣的事 看看能否做本來受損的細胞功能 即要勤力一點 如果中風有一邊走不動 做多些練習就會走得回 是的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程度有多大 是否都是看中風的範圍 完全可以恢復百分之一百 當然 有些病人如果中風範圍不大 經過適當的訓練 我們可以看到他完全能夠康復 明白 其實腦出了問題的病理 還有常見的是甚麼 另外一個常見 除了中風 所謂的血管病 有些腦退化的問題都很常見 其中一個很多老人家 或者我們病人都來問我們老神經科醫生 就是所謂的認知障礙症的問題 認知障礙症是以前我們俗稱 所謂叫老人癡癌症 不過癡癌的名詞比較負面 很多時候幾年前 老科醫生都出來談過 不如可否用另一個名稱 讓病人沒有那麼抗拒 或者有這麼負面的訊號給病人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改了這個病 叫做認知障礙症 其實老人家老了 很多事情都會忘記 又會比較猛些 甚至動作慢些、遲緩些 其實這些都是歸類在認知障礙症 不是的 這些就是正常退化 認知障礙症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很多老人家說 我年紀大當然忘記了 其實我們要比較同齡的病人 和同樣有這樣的教育水平的病人 他是否真的有病態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幫病人 做一些簡單的 譬如簡易智能測試 或者叫蒙特利爾的評估 這些都是一些評分形式 他病人在他的年紀 以及以他的教育程度來說 是否可以做到他應有的水平 譬如是一個本身的大學教授 就算他只是做不到少許事 一個很明顯很短時間的退化 其實可以是一個 認知障礙症早期的先兆 回到一個病人 原來他沒有讀過書 根本上加減稅又不懂 很多事情他都不懂 可能就算是一個低一點的分數 也可以接受 所以一定要看一個專科醫生 做一個適當的評估 而從而評估他有沒有這個問題 也說得很對 年紀大一定會越來越弱 其實這個病人也是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也會越普遍 70歲的病人大約 每12個至15個 便會有一個病人有認知障礙症 回到85歲流長 差不多是三分之幾機會 便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年紀越大 人腦的細胞部分會萎縮 從而會影響記憶力 年紀越多 自然會越常有這個問題 當然是否有認知障礙症 還是他本身的年紀應有的退化 一定需要一些醫生做一些正當的評估 從而才可以判斷他有沒有這個病 老人痴癌 其實是否可以正常老了 叫做拖慢 甚至令他腦更健康 這個 經常都會想問 老人痴癌 如果病的話 有否可以預防 第二 如果正常老化 其實都可以老化得慢 你知道 現在我們的樣子都可以整一下 整到他健康一些 或者年輕一些 打一些不知甚麼 但腦是否可以這樣做 其實我們有些研究都顯示 如果有些病人真的有病 甚至乎沒有這個病也好 其實多做一些腦部訓練 都可以減低腦退化的速度 譬如可能多做一些自力的遊戲 甚至中國人一會打麻將 打橋牌 可能有些病人做一些文字推理 填字、拼字遊戲 讀書 通過一些我們一般日常訓練 或者斷練我們腦部 所謂的腦部運動 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腦部 保持一個健康的情況 好 即是多些腦部 反而會健康 對 就像做運動一樣 沒錯 但去到老人痴癌的一個疾病 如果說到病 或者叫做 認知障礙症 現在比較漂亮的名字 我們心目中的疾病 是否有細菌感染 還是甚麼 其實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它是退化 為何有些人會突然變成一個病 退化 就是老了之後 變成一個特別快的退化 以我所知 可能幾年 連家人都不認得 其實認知障礙症有幾大不同的類型 其實最常一些病 所謂叫阿爾茲海脈視症 其實腦部內 不正常的蛋白質 斑塊形成 這是一個最常的病理 引致認知障礙症 另一個情況 就是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很多時候 在腦部內 小血管有生失的情況 或者病人有很多次中風 在腦部內 從而導致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分類 不同的類型 但這兩個是最常的成因 引致認知障礙症 因為主要是腦細胞 各種因素不斷死去 小部分 慢慢形成了整個腦 對 有些腦細胞開始退化 萎縮 甚至乎有些腦細胞受損 因為中風的原因 慢慢失去了應有的功能 其實病徵可以很廣泛 病徵可能是最初 忘記人家電話號碼 忘記好小事 忘記交水電費 有些理財方面 雖然有少許問題 可能不適應回家 不認得家人 甚至乎到了中後期 有些病人 甚至乎有些情緒障礙 甚至乎有些憂鬱現象 有些避害的感覺 可能大家經常看電視 老人家覺得 旁邊偷偷我的東西 在老人院拿起手套水用 偷他的錢 可能是不發生的 或者軟射員工害他 打他 可能有些不是真的事 但他就會有一個幻象的情況 甚至乎有些人 可能有些所謂夜間的行為問題 晚上當作是日休息 可能自己開門 走出街 又要買菜 又要做東西吃 大家就半夜半夜來 可能他還以為要煮飯 他根本上已經把日夜空間失調 是否能治療 在認知障礙症 現今來說 有些藥可以幫助他 不過藥 只能夠減慢腦退化程度 譬如我們做一個圖表 橫是一個時間 上面是一個記憶力的情況 或者是一個簡易智能測試的分數 如果我們不吃藥 隨著時間 腦記憶的能力就越來越降低了 但當我們吃藥的時候 便發覺可以將來為減慢 本來我們正常是這樣的速度 可以減慢到他慢一點 讓他不要降得那麼快 從而希望減慢的病人 去到一個思緒運營的情況 甚至很中後期 有些病人甚至乎要去軟射 需要別人幫助他做很多事情 希望減慢的病人 去到這個程度的速度 可以這樣說 雖然說 更多是可減 我會討人 我會討人 否則 我會討人 好 我會討人 我會討人